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检察部主任 因为喜欢法律工作 2007年32岁的周燕放弃了原来的工作 通过公开招考进入了检察院工作 这一干就是15年 这些年里周燕接手的各类案件不计其数 其中不乏大案要案 而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发生在2013年的一起案件 这个女孩名叫依涵 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 直到她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她的母亲认识了一个男人 而这个变化给依涵的生活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依涵的记忆里 从她上初中开始 那个男人就和他们母女俩住到了一起 虽然没有领结婚证 但是母亲曾一再叮嘱她 要把那个男人当成父亲 可是她没有想到 这个她叫爸爸的男人 会成为她一生的噩梦 这么些年来 她做的这些种种 几乎上是毁了我和我妈妈的一生 依涵说 从2006年开始 这个男人长期对她实施强奸 期间她曾无数次反抗过 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辱骂殴打 因此受伤的部位 至今还留有疤痕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七年 直到2013年 一涵实在难以忍受 才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这起案件的公诉人就是周燕 这起强奸案呢 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 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母亲 两个人之间有这种情感关系 而且呢也长期在一起共同生活 所以被告人就利用了她实际上 对被害人的这种教养的关系 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 多次的对被害人实施性情 被害人从最初遭受犯罪行为的时候呢 还没有成年 一直延续到已经成年 这么多年身心都遭受这种蹂躏 周燕说 接受这起案件 她的心情啊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义愤填膺 她难以想象 一个当初只有15岁的小女孩 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2013年5月6号 高某因涉嫌强奸罪 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经人民检察院批准 同年5月21号被依法逮捕 7月移送至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之后 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指控被告人高某犯强奸罪 且系情节恶劣 很快 法院作出判决 认定被告人高某犯强奸罪 但对于情节恶劣的指控 法院却认为 因尚无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表示不予支持 最终 判处被告人高某 有期徒刑8年6个月 这个结果 依涵母女无法接受 周燕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基层检察院的认为 这是适用法律错误 应当认定被告人属于情节恶劣 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浮动内量刑 随即周燕所在的检察机关 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诉 因为法律规定 它虽然相对来说只是比较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任何法律规定的出台 它都会有它的立法的本意 有它司法实践的基础在里面的 所以即便它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说什么叫情节恶劣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情节恶劣 可以有一些相对来说具体的标准 为此周燕和他的同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开庭前几天 周燕多次核对嫌疑人口供 并对客观证据一一应对 为庭审做足了准备 2014年5月7号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 以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为由 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然而就在检察官们信心满满 准备迎接下一阶段的公诉工作时 依涵却打起了退堂骨 被害人最初是因为遭受了这么多年的犯罪侵害 他的心理上的创伤和阴影比较大 所以最初我们接触的时候 被害人是比较胆怯 而且对这个事情一直都属于 心里是处于一种痛苦 但是却表达不出来的一种状态 在这样一起特殊的案件中 被害人当庭指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 那无疑是最强有力的证据 可此时的依涵却心有顾虑 一再表示不愿意出庭 这让周燕和他的同事们都有些使谣未及 尽管能够感知依涵内心的伤痛 但周燕还是鼓励依涵坚强起来 要勇于面对 敢于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我作为检察员 我是没有参与到你们的日常的生活中的 所以他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面目 他所编织的那些谎言 需要由你来告诉话题 那么我呢 希望你能够更加勇敢 咱们在法庭上 你坐在我的身边 我来陪着你 咱们向法庭 把他的这个真实的面目揭露出来 周主任其实是一个 就是说对被害人 就是在被害人这个工作中 我觉得周主任他 首先就是 他的那种工作方法 就是那种冲锋外面的那种工作方法 非常耐心 非常细致的一个工作方法 就是慢慢去打开这个被害人的信息 周燕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耐心开导 终于让一涵放下了心理的包袱 有了一涵的配合 周燕和他的同事们 对于即将到来的二审开庭 更加有信心了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 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特殊证人的出现 让案情发生重要逆转 那我们怎么样 就是让法庭能够相信 就是说除了被害人公诉出来 我们也有其他证据 能够证实到一个案件的起来 一起看似简单的刑事案件 为何让他放心不下 对于我们司法工作者来说 大家也常说 我们办理的不仅仅只是一件案件 也是别人的人生 他刚柔并济 用行动诠释司法温度 急需就是咱们启动一个司法救助程序 对他们进行一个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 刚柔并济的女检察官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在二审法庭上 依涵接受了周燕和同事的建议 勇敢地站了出来 对于被告人 对他的语言攻击和侮辱 逐一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作为公诉人 周燕和他的同事都信心实足 然而啊 庭审过程当中 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 被告人不认罪 他又找证人 找了自己的朋友来说这双方是这种不正当的这种男女关系 然后他自己又说啊 他意思说这个女孩怎么勾引他了 任意的像这个给这个女孩泼脏水啊 就是污蔑这个孩子 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让法庭能够相信 就是说除了被告人公诉出来 我们也有其他证据 能够证实到本案的一个情 此时所有的压力都指向了公诉人 面对这样的局面 周燕作为第一公诉人 必须马上做出回应 那么他该怎样应对呢 第一个我们要核实一下就是已经公安已经搜据的这些证据 是不是合法 是不是客观 然后证据证有没有观点性 另外一个更主要的是这些证据 就是能不能支撑到我们这个情节严重的行为 我们如果说不能够支撑的话 我们也会提一些补证意见 就是公安警官预遇补证 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行预遇补证证 在随后发表公诉意见时 根据掌握的证据 周燕戳穿了被告人的谎言 最终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得到了全部采纳 2014年11月27号 泰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人高某犯强奸罪情节恶劣 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到最后就说这个案子不仅是 维护了他的一种合法权益 也维护了司法公正 2016年经最高人民检察院评审 这起案件被评为 全国检察机关精品刑事抗诉案件 是当年山西省唯一入选的案件 作为具体承办人 得到这样的荣誉不然是可惜的 我们也很珍惜 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重要的考虑就是 通过这起案件 能够最后实现了公平公正 能够使被告人得到的 他应有的惩罚 这才是让我们心里觉得 最大的一种成就和满足 用周燕同事的话说呀 周燕呢 是一个压力越大 爆发力就越强的人 他总是能够在最艰难的时刻 顶住压力 因此呢 在一些疑难案件当中 总是能够看到周燕的身影 而他也有柔的一面 每一起案件 周燕都能够做到有始有终 对于每一位受害人 他都用心用情 2020年 周燕曾接手过一起刑事案件 这个案子涉及到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直到现在 两个孩子见了周燕 就像见了家人一样亲密 那么这又是一起 怎样的案件呢 2005年 陷入爱河的小军和晴晴 领证结婚了 婚后 两个可爱的孩子 相继降临到了这个小家庭里 然而 2020年 晴晴单方面提出离婚诉讼 理由是夫妻感情不和 已经闹到了分居的地步 收到法院传票的小军十分心痛 在庭审中 他极力挽回这段婚姻 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然而 晴晴却明确告知小军 他已死心 坚决表示 还将继续起诉 晴晴的决绝 让小军心灰意冷 谁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因此 萌生了极端的想法 2020年9月14号 接晴晴回家的要求 再次被拒绝后 小军只身前往岳父家 和晴晴发生冲突 期间 小军将妻子晴晴 暗倒在地 用双手猛掐颈部 导致晴晴当场死亡 2020年9月14号 小军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同年9月28号被批捕 就在刚儿子 我跟叶儿 就是周二姐他过班里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妈妈没了 爸爸现在在监狱里头关着 就留下了一个 上小学的一个二儿子 和上初中的一个大儿子 两个男孩 然后外带就是所谓的爷爷奶奶 其实因为上门女婿 就是咱们的姥姥姥爷 这不是一家子 姥姥姥爷是个 还是个农民 亲许县美的村里头 这一下子家里头 这种经济的收入来源就没有了 这个家庭的遭遇和事发后 两个孩子的生活处境 让周燕和同事们的心理 很不是滋味 因为古人就说 法不外乎于人情 其实司法工作者 他首先也是一名老百姓 他也有自己的情感 有喜怒哀乐 那么在具体办案的过程中 首先应该是有理性地 去看待案件 但同时确实是 要把自己的情感 要投入到案件中 虽然这起案件的 公诉工作已经结束了 但是周燕的心理 却始终牵挂着 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 他们决定 尽自己所能帮帮他们 他们就是发现了 当事人的被害人的 亲属都属于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完了以后 急需咱们启动 一个司法救助程序 对他们进行一个 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 然后结合我们相关政策 就是按咱们这个 就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就最后决定 司法救助 司法案的块钱 除此之外 我们还把这个线索 给了我们的八部 我们八部不是 未成年检查吗 然后让未成年检查 能够把这个线索 给了咱们那个 教育局 类似于教育局 咱们有一个政策 就是只要是未成年的 符合条件的 可以每个月给予救助 这种情况下 起码能让两个孩子 就是起码能十八岁成人了 成人了之后自食其力 起码生活就能得到保证 除此之外 周燕和同事们 还积极联系了慈善机构 想方设法 解决一家人的生活难题 对于我们司法工作者来说 大家也常说 我们办理的 不仅仅只是一件案件 也是别人的人生 那么既然要通过我们的工作 参与到别人的人生中 确实应该投入更多的感情 拿出更多的换位思考 这样一定会赢得 老百姓的认可和尊重 而这也是我们司法工作者 能够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 然后体现我们为民司法 这样一个初衷的具体的表现 如今周燕已经成为 大家心目中 实至名归的专家型业务人才 多年来他先后荣获 全国模范检察官 全国优秀重罪检察人才 山西省杰出政法干警 等多项荣誉称号 继个人二等工两次 嘉奖一次 2021年被评为 山西省新时代政法阴谋 15年来周燕始终在奔跑 从未有过懈怠 在上下求索的征途中 他与检察事业的发展 同贫共振 并肩前行 用勤奋书写着自己的热爱 用实干 镌刻下理想中的公平正义 在忠诚履职的事业中 芳华怒放